钦柴大臣尽存了 传天字诏书 来世何人呐 朝廷丞相 划信 驾 司马仪 戒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司马仪 受禅蒙冤 皆朕之过也 今 大敌犯境 朝廷危难 为清可承大任 取水火 护国安民 招 司马仪 领标记大将军 拜平夕大都督 统领中原各部兵马 几日 起军迎敌 皇帝 钦此 臣接旨 中达呀 中老太傅 可是以全家五十三口人的性命保你出山啊 在下 也是以全家老少四十七口人的性命保你啊 加起来 不多不少 正好一百口性命啊 华丞相 有人说我是英史狼骨之徒 害得我连自家性命都难保 岂敢再承担百口之性命 中达 何必挖苦啊 在下给你赔罪了 军情万急 恕我不风扎了 你即刻返回洛阳报之陛下 我即日便赴晚城将军府上任 得命 我先次行 你会死判 你不问是谁 你不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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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是想要 你太可不问我 你不问我 是你ит 你不问我 你不认我 你不认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副都督 是 在曹真回雍梁养伤期间 你应主理大都督 直到我来继任 是吧 是 可我在来此路上 抓获了九个逃兵 询问后得知 营种军心打乱 日日都有逃兵 你是怎么执掌军纪的 兵大都督 逃兵太多 在下实在无法一一约束 无法约束为何不战 战了逃兵 日后谁敢出战蜀群呢 逃兵能战吗 一个逃兵牵涉一少人马 来人呢 在 拉下波怀 斩首示众 大都督 军心动乱最在曹真大 大都督 国家军虽然执法不严 但曹真离任之后 一直是他步军营敌 否则 中文亮早就杀来了 是啊 大都督 饶了他吧 大都督 我等愿意性命作保 如果再有逃兵 与郭将军同罪 饶了郭将军吧 请大都督开恩 请大都督开恩 开恩啊 听着 不恕军威 不战自亏 即日起 逃一个斩一个 士族逃跑斩五掌 五掌逃跑斩十掌 十掌逃跑斩校尉 校尉逃跑 斩将军 将军逃跑 我司马懿自斩头颅 向朝廷谢罪 准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